这是最早的桥梁 叫石拱桥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 它由多块石头叠成的拱形建筑结构 利用拱的形状将桥的鹤再传递到桥墩上 它的缺点就是材料过于笨重 限制了石拱桥的长度 如果桥拱跨度过大 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所以就必须找到一种更轻更硬的材料 来代替笨重的石头 才能建造出跨度更长的拱桥 直到时间来到了1779年 人们才发现一种铁矿石把它提炼融成铁水 可以在模具中冷却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然后它就成了代替石头的新型材料 铁拱桥 就此世界上第一条铁拱桥由1000多个铁段组成 拱形跨度达到了30多米 主体由5条铁框架组成 相比于传统用石心石块砌成的拱桥 在重量上优势很明显 但铁架终究还是比较重的 而且硬度也有限 如果想要在100多米宽的江面建一条桥 以当时的技术 铁拱桥显然也做不到 所以必须改变桥的结构 把拱桥改为吊桥 这是最开始吊桥的设置 用多条吊绳构建成桥的主体 然后把绳子固定在桥头两边大树上 桥面铺上木板 为了更大的承载能力 把吊绳换成了铁链 但由于重力原因桥面中间是下垂状态 为了方便有轮子的马车通过 桥面必须设置成平面状态 工程师就在桥两边建了两座石塔来支撑铁链 然后向下延伸吊绳以达到平整桥面的目的 这就是现代悬索桥的雏形 但大树始终是不牢靠的 可能会因为负载过重导致支撑不住倒塌 然后工程师就想到一个更可靠的定方式 在桥两岸岩石中 钻出一条深入石壁的巨型孔洞 在孔洞末端�入一个坚固抗拉力的铁构架 嵌入一个坚固抗拉力的铁构架 然后将铁链牢牢固定在其上面 就这样悬索桥最坚固的两岸支撑点就此形成 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原来的马车慢慢演变成蒸汽机火车 铁链承载拉力始终有限 由铁链支撑的悬索桥 已无法满足300吨的蒸汽火车的重量 由此工程师又废弃了铁链换成铁缆 但是长达100多米的铁缆过于笨重 当时的工人无法把其安装上去 所以工程师只能把钢缆拆散 用滑轮一根一根悬挂拉到对岸 每条缆索由3000多根铁丝构成 单单完成一座大桥四根铁缆的组装都是个大工程 这种缆索支撑大桥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只是原来的铁缆换成钢缆而已 但时代发展的需求对桥的跨度越来越大 只有两岸设置支撑桥墩的结构 显然无法支撑更宽跨度的桥面 所以工程师就必须在江中再设置支撑桥墩 如果单纯只在河床上建起桥墩 肯定会因为地基不稳而倒塌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 想要在水下挖桥墩地基确实是个难题 工程师先在陆地上用木板打造了一个巨大的沉箱 大道内部空间能容纳几十工人同时作业 沉箱底部的边缘非常锋利为刀销状 方便嵌入河床 然后由拖叶船将其拖到地点上方后 再用大量的石块把沉箱压入水下 在工人进入沉箱之前先把内部的水抽干 怎么抽水呢 先看个例子 假设这个被割开的塑料瓶子就是沉箱 我们把它压入水底 然后在顶部安装气管连接到岸边充气设备上 一直往沉箱内部打入空气 只要空气的压力大于水下的压力 就能把水从沉箱底部排出 并能保持外面的水无法渗入内部 然后利用多级空气闸门管道 把工人送入沉箱内部作业 挖到达标的岩石层后 工人才会从内部出来 然后往沉箱灌入钢筋混凝土 就这样水中桥墩支撑住就此完成